HELLO,大家好,我是瑋恩,今天要為各位轉播是天地對戰,由來自美國選手Daniel,對上來自羅曼尼亞選手Mita,那雙方是西西里對上土耳其,這一場這兩個文明也是比較少見的文明喔,那比賽局不出的兩個文明在阿拉伯,也是要來關注一下。 那近期影片都會找一些比較冷門的文明,是因為之後NAC4單挑戰也要開始了,那肯定會看到很多比較強勢的文明出現的阿拉伯,所以趁著這一波空檔,我們來溫習一下一些比較現在不會出的文明。 那土耳其的話,他擁有這個非常強力的寶兵,土耳其火槍兵。然後肉馬的部分也是免費升級。然後還有這個銀罐的馬功,也是一個戰術之一。 那主要土耳其有三種玩法,第一種是打寶兵,第二種是打海陸套餐,馬功加金奇兵。那第三種的話就是還可以打這個陣地戰的火炮塔,火炮系列。 西西里的話,開局特色是這個石頭有多100,總共有300。那西西里的話是沒有劍塔,只有城樓。那城樓的造價比較貴,需要175的石頭。 然後裡面可以出特殊的兵種,殺星特衛隊。然後再來是他開TC跟蓋城堡都有加速的優勢。 然後再來就是銀罐時軍東征。再來是金罐的這個遠繁加成的格子馬,為招牌。 那西西里經過之前的版本,陸地抗傷害減免從50%變33%之後,各大高手就不再玩西西里啦,在阿拉伯裡面。 比較可惜的文明。 好,前面稍微快轉一下。剛剛稍微看一下Daniel這裡的圖,看起來是好一些。 Mihar這裡的話前面一個大開過,如今又在潛之位。 不過土耳其前期是比較爛一點,加上土耳其他沒有垃圾兵。 他是一個唯一一個文明沒有重裝長槍兵,然後也沒有戰矛的文明。 很慘,都是封建的兵種。 所以說土耳其打垃圾海,除了那個匈牙利經濟兵比較強以外。 不能把土耳其放在一個強力垃圾海的文明上面。 這個文明還頗吃驚的。 19村打19村。 我特別是這一盤後期西西里這裡有擊兵的情況下。 嗯,土耳其沒辦法無腦刷匈牙利經濟兵一波嘛。 所以這邊看一下Daniel這一盤怎麼對付。 西西里。 那Daniel這裡花19村點封劍。 蓋軍營。 裝拔木。 看起來這個是一個肉馬開局。 尼哈這裡。 西西里。 多灑一片田,然後繼續推路。 開始局部小微。 尼哈這裡的伐木場。 開的點跟我想的不一樣啊。 通常可能我會開這個地方。 他開在這裡。 嗯,也沒有說不行啦。 好,如果通常牧區如果是橫的情況下。 等一下你伐木還要再開新的。 因為這邊比較淺一點。 我玩四翼帝國通常也是會看一下資源點的一些分佈。 一個營地,一個伐木場能不能做最大的事情。 也是我想所有玩四翼帝國的玩家會關注的。 OK,那圖爾旗這邊上來是馬修開馬。 那圖爾旗的馬修的肉馬要稍微說一下。 他的遠房是有免費升級的。 2加1。 這邊大家可以看得到。 地塔這裡是大開圍。 這邊等一下也可以圍。 我彌補一下他這個圖比較不好的地方。 那這個大開圍的問題只有這個金都是在外面。 附金在外面。 祖金也在外面。 很可憐啊,這個圖。 那不過圖爾旗不會打弓兵。 打肉馬開的話,祖金應該是不會怎麼樣。 好,這邊站一隻長兵。 打得非常的穩健。 那圖爾旗這邊填殺的很快。 比希西還要快。 上方都是一級木一級龍。 正常騎手。 那圖爾旗應該是不會轉射箭場。 打希西里的話,圖爾旗打馬弓也不是說不行。 但是圖爾旗的馬弓的問題在於,第一個圖爾旗的經濟加成太薄弱。 然後第二個,在城堡時代打馬弓,圖爾旗也沒有什麼優勢。 銀冠也是要等有城堡之後。 所以這一盤圖爾旗要嘛打駱駝。 要嘛去挖石頭打火槍兵。 那比較多。 那現在這邊,希西里的話,全部都為止了。 站在門口。 那等一下希西的話,對上圖爾旗。 因為圖爾旗如果城堡不打寶兵的話,打駱駝沒有進攻能力。 那這樣希西可以直接大開弓。 我直接衝後期,也行。 只不過現在希西在天梯上的問題就是戰術比較單調。 那以前戰術就比較單調的情況下,OK。 至少你後期農起來,你有金冠的格子嘛。 非常的硬。 也可以燙駱駝。 那現在沒辦法了。 所以希西以前那種純夾,ITC蓋很快。 夾一波打帝王金冠格子嘛。 這個戰術現在在阿拉伯就沒人在用。 32存打32。 哇,那這邊再快轉一下好啦。 長兵長兵的話就看操作而已。 這咪哈在遊戲時間15分。 15片田的時候點了這個輪走。 好玩黃金。 來兵工場。 好,這邊Daniel是挖石頭啦。 那挖石頭打火槍的話, 米哈這裡繞進來,可以看到這裡有挖石頭。 那很遺憾的是, GC裡有工兵是有工兵,但不是一個工兵國。 KGC。 火槍兵一起來,還是要小心啊。 申屢配火槍的話, 提示是有點難打的。 其實這邊看是要挖寶做防守開TC, 然後趕快挖寶,帝王防打。 還是說要打強盡是一樣出騎士 然後亂串這個土耳其一波 那這邊已經確定有刮石頭了 啊這裏落空立國 哇天哪 災難災難 一村 兩村 兩村殺到之後又高歌禮奇天哪 搞心態 你看Danny Boy他這裏是有小微的 他還是被搞到 這一個沒有高地在這裏有漏洞帝國 那這個算是Danny Boy自己失誤了 好那這邊Mita是兩個馬就開 那這盤很好看啊 因為不是那種什麼駱駝打騎士的對局 是火槍兵 那土耳其打火槍 很久沒看到在阿拉伯出現的 比賽局通常土耳其也不會出嘛 上來沒有先蓋寶是先走3TC 等一下再蓋寶 是先走TC TC的話也是走TC 那這TC位置還蠻漂亮的 有木有金 然後蓋寶是又很快 然後再免費升級金奇兵 那土耳其如果是打火槍的話 阿法上會有點像朝鮮 打了強軍士很多的情況下 要小心臉上寶 因為這邊是沒有兩個馬就嘛 所以他應該是不會出駱駝打臉上寶 如果要蓋寶的話現在看起來只能蓋在家 那森駝的話是不太好招這個土耳其火槍兵 因為土耳其火槍兵雖然 併重率不是很高 但他有8點的射程 對比馬戰車的話 應該還是馬戰車比較怕這個森駝 所以還是要 小心做提防阿CC這裡 Danny Boy石頭快到位了 但是目前還是先走營運 然後先修道院 皮卡這裡的話也是一個修道院 NTC 那分數的話大家都可以看到 2400打2400 所以大家實力一樣的情況下 經濟也沒什麼落差 再來就是文明跟戰術的 也是我這幾個月一直在強調的 戰術、文明差異、抉擇 都很重要 二代不是只有操作而已喔 好那這邊 騎士看起來都沒有機會嘛 有給壓力但沒有機會 然後有修道院出來了 然後有修道院出來了 神寶蓋在這個地方 阿這個地方 很漂亮阿 冰在這個前置位 西西里我感覺這一段 可以再農得深一點 4TC直接來 現在主要有幾火獎兵以上的視角來看是還沒有出 好那現在看起來畫面上是一個3TC而已 然後主打騎士阿 那騎士的話有修道院跟寶兵的話 西西里是有些難打的喔 這一盤 喔來看一下這裡 有點跑速 西西里 吃掉 這一盤如果是以viper來說的話 我感覺他是會來一個戰矛4TC這種打法 等你有土耳其出真正的騎士或是駱駝 他才轉兵 不然沒人打他的話 我感覺這西西里在viper手上是會直接蠢龍 米卡這裡的話還是比較正規出騎士 但現在問題點是西西里就我個人經驗 當然騎士量一多可以吃火槍兵 但是你有配僧侶的情況下 肉馬的控制就非常關鍵喔 好那這邊Daniel是Sky的4TC 不是打ALL IN的火槍兵 其實這邊想要提一下viper 因為算了viper沒有在這一集裡面 為什麼viper他是一個世界第一呢 因為他在這個對局裡面 2400的對局裡面跟他比起來的話 呃往往viper可能就是沒有必要出這些騎士的時候 他根本不會出 那我們一般玩家包含我也是 法蘭克我們就正規城堡不管怎麼樣 就先開兩個碼就出騎士 先穩一波 我們通常都會做這樣的事情 像米卡這樣也是高階的版本 哦出騎士 尼布里這邊 哦被森里招走 兩隻火槍 尼米卡這邊也沒有說不好 只有做防守 但是我剛剛想要講的就是 更噁心的高手 有時候往往就是在那個夾縫中 偷一波經濟 直接就超車 那其實也是戰術啦 viper的偷經濟在四季帝國裡面 嚴格說合理說也是一個戰術 對手沒有來打你的話也算是懲罰到對手 尼哈這裡是點帝王之後 開第四個TC 他的流程是 作為馬國來說非常的正規 尼布里這裡的話是城堡開了四個TC 然後一個寶 石頭一樣挖 目前火槍咪的量不夠多 主要Danny Boy還是偏濃 然後用森里在做 cover 平時來的時候森里稍微脆一下 94村打91 尼哈這邊蓋了一個寶之後 連上寶沒辦法 那土耳其後期的話 有火槍 這一盤要轉馬功嗎 不太行 我們曾經有看到這個CC裡的金冠格子馬 衝鋒一波配城樓推 海陸套餐是會被吃掉的 去年我播T90泰坦聯盟波經典賽 有一場印度斯坦 出海陸套餐 打西西里 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對上金冠格子馬西西里 不太建議打海陸套餐 我這邊不太建議 尤其是過去那西西里 出駱駝也不怕打的情況下 他金冠格子馬吃你全部 所以這一盤 可能還是要繼續打火槍兵 前排要什麼 這我就不知道 或是不要前排 可是不要前排的話 格子馬貼上來 火槍兵 也是有點危險 看一下數量 看一下集體 可能這裡還是要主打 生地戰跟生女 好兩個BK 那土耳其的話免費化學 等一下上來就可以出火槍 哇 米卡這邊控的不錯 遺跡 直接被砍掉 這邊格子馬三防上來 目前 米卡的黃金點位被踩到 這邊要直接包了嗎 還沒有三防但有格子馬 這邊包到一波土耳其火槍兵 沒辦法 哎呀 這裡格子馬真的是 到底是火槍 康馬類還是馬類康火槍呢 這一盤是一個很棒的觀戰重點 我可以先結論啦 這兩者兵種在一起 其實看操作 你如果被包到火槍 再見嘛 血量那麼低 那你拉打自己做一些 天然的建設 呃自己人工建設一下 那馬類是有點難打的 來Danny Boy上來 直接火槍兵不演 直接打這個巨頭 這邊有1 2 3 4 5 6 六隻生女 格子馬不敢上 清奇兵不來 衝了 吹波 唉 唉 唉 只有招了一隻 格子馬 站了有點前面 稍微失神 哇六隻生女直接死去 完蛋了土耳其 這波好痛啊 點精銳 土耳其火槍兵 攻擊22 好現在只有兩個 九寶 出火 火炮 但是這裡火槍沒有25隻喔 現在吸吸力 對 格子馬上不去嗎 你好這裡黃金 好少人在挖爆木了 碰得不好 有點被打亂喔 才發現 土耳其火槍兵不是神油的燈啊 我這邊跟大家註解一下喔 因為我看到有些玩家 有時候會爭論這個 這個 其實我也沒有要想給什麼正確答案 這是 是一個好玩的地方 火槍吃馬 馬吃火槍 到底是哪一個 如果剛剛 像米哈經濟調配好一點 配金有25人 左右 馬夠多 但是有捏到金罐 個人營運好一點 我是覺得土耳其要死 那這一波上來 其實Danny Boy的生女 有一些 黃神 死了六隻 沒有生女的情況下 格子馬數量不夠多 結果現在土耳其火槍兵 變精銳 等一下怎麼辦 金瑞土耳其火槍兵 再重新介紹一下火槍兵 特殊寶兵跟一般的火槍差在哪 土耳其火槍兵 這遠程不準 這近程馬衝進來 準度非常高 跟一般火槍是對調的 喔 所以 我覺得大家玩家在討論火槍吃馬 馬吃火槍 好 大家如果要真的很認真討論的話 那你要把 火槍兵是指一般火槍 還是土耳其火槍兵 因為他們雙方準度不同 攻擊力也不同 再來還有伯根第17加4的一般火槍 到底是哪一種 這邊大家要備註 所以四季帝國如果你只談這個帳面數據 文字打文字 我跟你講 我頻道已經兩年了 聊天室要開幹起來 一個晚上吵不完 你是什麽分段 基本公司到哪個階段 你講的場次是 什麽場 我覺得才有辦法做正常的討論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金瑞火槍兵 現在越來越多啦 42隻 這也是土耳其過往 不管是阿拉伯還是招牌的黑森林 你等一下亮給他成形上來 應該格子馬有在堆 應該沒有金罐 一直被推 你好這裡 也沒有戰錨 戰錨也不太能轉 因為你轉戰錨 現在他土耳其有肉馬 這邊再蓋一個防守寶 把資源拿回來 哇靠火槍 手上 每一發攻擊22 這誰敢上來 點金罐 哦這裡 格子馬39隻 打45隻 加生女減移技 哇不行耶 比地嗎 換加換加 火槍兵會很慢 打換加怎樣 衝了 金罐格子馬 2加4 2加4 2加6 遠防有8 遠防有8 衝上來一波 把營地滴掉 把營地滴掉 這邊咪哈營地 哦沒有 但是已經越過了 這邊Danny Bray 往後拉一波 這邊有沒有人 跑出去呢 哇火炮全死 馬吃火槍火槍吃馬嗎 這邊有包住嗎 拉打輸出 蹦蹦 到城堡了 沒包住 沒包住 但是火炮懸吊 好這邊一波交戰之後 很精彩 KD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是幾乎持平 米哈這邊衝鋒一波加上巨頭 直接拆寶 革子馬這邊衝上來 X陣形衝了 打這一波 來看一下這一波 第二波 革子馬上來 金冠革子馬 吸吸力 打這個金瑞 出了九火槍兵 沒有包住 但是直接貼到了 直接吃 邊拉邊輸出 火槍上高地 哇革子馬清不掉 到底是革子馬 吃火槍還是火槍吃革子馬 到底哪一個 我最近做影片 都是有根據這個 我在觀察大家在討論的一些東西 做做給大家看 找素材很難找 然後大家影片先點個讚 雖然說我一直直播都有呼籲點讚 但是我發現我們影片 不呼籲沒人在屌我們 好可憐 支持一下 那現在看到這個火槍吃格子馬 但是要PS備注 這個又是金瑞土耳其火槍兵 剛剛已經有先介紹到了 金瑞土耳其火槍兵 你科技術打開 他會告訴你 他是打遠程命中率不高 但是進程命中率高 重生一次 那馬衝進來的情況下 有時候其實火槍系列 是會空爆彈的 但金瑞土耳其火槍兵 他不會 也就是說 百發百中 幾乎 那格子馬 這裡是金罐 2加6 這一波 站好好的 所以我到這個第三波我想給個結論 好嗎 但是說我的結論 可能又會引戰 還是什麼 你說火槍吃馬 馬吃火槍 這邊我先打一個問號 這個是開放性討論 但是我非常確定的是 土耳其火槍兵 在一定 40隻對上 對手40隻 的情況下 我想金瑞火槍兵還是會比較強 土耳其火槍兵 沙馬力器 不要忘記我們 金瑞土耳其火槍兵 不是只有 阿拉伯奴隸兵 是土馬力器 我們這邊寶冰果還有一個 手拿火槍的 22點攻擊力 不要忘記他 不要忘記他 所以為什麼 經濟場 土耳其也很強 不是說 你知道用騎士 解土耳其火槍兵 就解的電 這他量成型 加上有操作 製造這個 防禦建設自己造房子的時候 卡著的時候 你受不了阿 哇 土耳其這陣地戰真的是 哇靠走到哪 蹦到哪裡 西西里這邊格子馬 已經是他最強的武器了 這也是西西里現在的問題 打法比較單一 那西西里他是有重頭阿 但是你在 土耳其面前 你不可能敷工程器 因為他火炮太長太遠 你啊 這裡束手無策阿 所以 以這一盤 西西里他想要贏的情況下 是不是 城堡不能出騎士阿 在還沒有火槍兵之前 要趕快拖農一波 先衝帝王 在土耳其出關之前 先殺他一波 其實這樣嚴格說好了 其實西西里 不對 土耳其嚴格說 是有康克到馬國的 你不論是馬舊單位的駱駝 還是海陸套餐 還是這個精銳土耳其火槍兵 這一盤我們很明顯的看到 金冠格子馬2加6遠方 遇到精銳這火槍兵土耳其 招架不住 招架不住 那這一集 主要也是要帶大家來看一下 究竟大家網友所討論的 火槍吃馬 還是馬吃火槍 這個我不想參戰 但是我只知道精銳土耳其火槍兵 或是一般的火槍兵 土耳其版本的 我想他在打 騎士上面 是有一定的優勢 這邊我想給個結論 那這一盤也算是少有的對決 雖然米哈這邊很快的三波格子馬 被消耗殆盡之後 沒有兵種打土耳其果斷喊GG 我覺得也沒有問題 因為這盤策略上跟 要打出個破口的時間點已經過了 那後期西西里的問題 現在也看得很清楚 在工兵線比較殘缺的情況下 只能打衝鋒陣 或是蟑螂流一波 但是遇到土耳其 不管你是格子馬還是蟑螂 遇到火槍兵 都是要死的 非常精彩的一場對決 那這裡的轉播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來看一下 按照片 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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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